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1年夏天 治怀工程正在紧锣密谷的建设着 在晚北行属区润河及分水闸的工地医院 一位身穿深蓝色双排扣列宁装的年轻女干部 撂开检疫诊室的门帘急步而入 他仔细查看了昏迷的病人以后 把医生叫到了一边 斩钉截铁的命令道 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他出院 下命令的人叫钱正英 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病床上昏迷的病人叫李秀英 是治怀工地上一个林工 几个月前 他还是晚北行属 富阳专员工属颖上县 先级资村 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 在晚北工地的烈日下 治怀 让这两个人生背景迥异的女人 有了神奇的交集 1923年下 钱正英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名门望族 留学美国的父亲希望钱正英 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聪慧的钱正英不孤父望 成绩一直都是数一数二 并顺利考路日后并入上海 同济大学的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 然而和在国民政府 无法施展抱负的父亲不一样 钱正英选择了一条 与他截然不同的水利道路 1942年投身革命的他 没等毕业就到了解放区 并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 为解放区百姓兴修水利 钱正英21岁时被边区政府派往人自投大地做工程技术指挥 那时正值抗战 对日军作战异常艰险 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带领苏北人民 一边战斗一边抓生产劳动和水利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在淮河流域就先后修筑了洪泽湖大坝 淮北大堤 雪峰大堤 人自投大堤等多项水利工程 如今在江苏省三河闸管理所的院内 有一块与众不同的扁平石碑 上面刻着永保群众利益六个大字 下方是一行落款 淮北苏丸解放区淮宝县政府县长方圆体 1945年8月休 纪念的就是1943年到1945年间 新四军和解放区百姓 共修洪泽湖大堤的事 那段时间经常有敌人对工程进行洗澡 并暗杀解放区干部 为此钱正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他拂小上低 掌量土方计算工程量 夜晚就背着行李徒步十几里 依靠党组织寻找可靠人家借宿 继续工作 对水情的细心勘察 对工程的精心计算 以及无数个尽心操劳的不眠之夜 让钱正英顺利完成了 自己主持修建的这第一个水利工程 人字头大堤 大堤修好后 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政公署 任水利科长 这对于热爱水利事业的钱正英来说 更是如鱼得水 他没事就拿了一张军用地图 骑上自行车 在苏北大地上研究水文 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1950年3月 钱正英被任命为 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那年他才27岁 被戏称为黄毛丫头部长 新中国全面治理淮河工程启动以后 这个年轻女部长的身影 就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治怀工地上 甚至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几天 她都还在施工现场忙碌着 妇女能顶半边天 新中国的劳动妇女 参加艰苦的水利建设 一点儿不输给男同志 那个在工地上被钱正英命令 不许出院的李秀英 今年已经90岁了 当年他是润河级工地上 叱咤风云的女子突击队队长 润河级分水闸工地 位于安徽省影上县 是利用淮河中游两岸的湖泊八地 蓝蓄淮河干支流洪水的蓄洪工程 为了赶在训期前的七月竣工 因工们需要在四个月的施工时间内 克服基础条件落后的困难 完成两千多万立方米的土方 这对当时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51年下 四万多建设大军分成两个班 在这里昼夜不息的施工 四万民工齐上阵展现出来的 是比那一年的晚北烈日 还要火热的劳动热情 为了抢工期 工地上的人们开展了拼土方亮 夺取光荣红旗的劳动竞赛 当年只有22岁的李秀英 率领着一支26个姐妹组成的女子突击队 与男人们举行劳动竞赛 比干劲 夺红旗 让工地上的男人们都服气 而像淘气沙子这样的苦活累活 更是抢着干 在那三个女童子在那里 一个人拿那个管子宠 这样宠 去掏啥子呀 那个饼啊 饼杂的 从你腿上过去 腿上搁的都是红印的 到完睡觉的时候 有这个腾的脚脚的 一动一动一动 腾就没办法 为了夺红旗 在一次单筐抬土的劳动中 虎口出的木杠 李秀英的女子突击队 压断了四根 都是那么粗的杠子呀 都是那么粗的 有时粗杆 有时就那不是扁鸟 就是那棍呢 大棍呢 那台子 那台子跑得快呀 一下午啊 台断四根杠子 那么大的杠子呀 台断四根 在这个房子压的呀 夜的呀 睡觉啊 走到高 腾的呀 不带掉你知道 或者那天 半夜就起来了 从那台子那个杠子 这样压 吃你压 吃你压 给它压又麻又抹 压了麻抹了以后 地上的话转上了台子 淮河的汛起到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洪水 到来以前把旧河堵死 任何集分水渣 就会失掉作用 同志们 我们要战胜洪水 要躲在洪水的前面 在淮河改道河龙的劳动竞赛中 与此突击队的二十六个姐妹 正齐心协力 往河里抛打石头的时候 李秀英突然扑通一声 晕倒了 并大口大口地吐血 那时 钱正英在润河级工地 任副总指挥 工程紧张的时候 都是警卫员把饭 送到工地的指挥部上吃 钱正英在工地的广播里 听到李秀英累病的消息 扔下饭碗就往医院跑 天天在一个工地上 钱正英很了解 女子突击队的这个队长 下令让她好好休息 但即便这样 医生还是没能看得住 李秀英带病往工地上跑 今天的人们 也许很难理解 那个时代的人们 很难理解 他们致怀 为什么会如此拼命 为啥我要致怀和 我要下定决心 要致怀和你 我那时候就踩着 被防水冲跑了 冲了把霸子那里 霸子那里 人家就挡住了 不挡住了 也死掉了 哪有我经验 没有我经验 支撑他们的 只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信念 怀和闹灾的苦 我们这辈人算是吃尽了 也吃够了 不能让子孙再吃下去 1951年7月 潤河级分水闸工程提前完工 工地上 李秀英两次被评为 特级致怀劳动模仿 表彰大会上 钱正英亲手为他戴上了 象征荣耀的大红花 紧张的施工期间 中央西门纪录电影制片厂 拍摄致怀的纪录片 老模李秀英 作为重点拍摄对象 上了电影 这个什么本来 那么久的颜色都退了 你看 都退了 每年致怀喝的 我都去签到一点 把白白酒 这什么东西 签了 1951年国庆 李秀英作为 致怀劳动模范代表 来到了北京 并登上了 天安门国庆管理台 在一次妇女代表的聚会上 钱正英把她介绍给 时任全国复联副主席的 邓颖超 并拍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 两天后的政协会议上 毛泽东主席和李秀英握了手 我坐着大概有那个江泰 大概二十多个 二十多位 头上走着走着 我坐着坐着 我就坐着 他就讲了 就介绍给毛主席 他说这就是自怀劳动模范 主席点点头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讲讲了 我把本人拿地给他了 本人拿地给他就不讲话了呀 结果本人签上次 签毛泽东三个字 签了以后呀 把本人拿着坏了 哎呦 我高兴的呀 不知道咋是好 也不知道咋是好 分身发烧 就不知道怎么好 因为志怀成了劳模 见到了毛主席 让李秀英这个农村妇女的人生 从此改变 没想到拍摄影片上了荧幕 又给她的命运 带来了意外的转折和惊喜 李秀英自幼家贫 四岁就被送到舅舅家抚养 十九岁那年 养父母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 丈夫敦厚能干 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好转 然而没过几年 一场意外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年的福建前线 担任连长的影上线人冯学勇 在部队看到了纪录电影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六年前 他赶集路过润河渡口 被国民党抓了撞钉 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 去了朝鲜战场 随部队辗转 与家人再无联系 在荧幕上 他第一次看见了离开很久的家乡 家乡的河流 家乡的村庄 家乡的口音 家乡的人 当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 伴随着电影解说 影上线农家女李秀英出现时 这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汉 嚎啕大了 李秀英正是冯学勇 六年前离别后再无依信的妻子 连年征战的冯学勇 期间也曾多方打听妻子的消息 但最终都没有联系上 因为担心妻子改下 冯学勇没敢直接给家里写信 他犹豫再三 决定先给当地政府写信 询问李秀英的现状 信很快转到了李秀英手里 李秀英跑到淮河边 拿着信 气不成声 他也是呢 他收到信了以后呢 他也是跟狗爷爷睡半点 跟他哭半点 1952年底 李秀英来到了冯学勇的部队 见到了离别六年的丈夫 见他们讲信的话 就一直在哭 他也是哭 我也是哭 他也是哭 我也是哭 是这样的 血是热的 心也是热的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 淮河两岸几千个大大小小的 致淮工地上 人们纷纷展开劳动竞赛 夺红旗 带红花 抢英雄榜 工地是战场 工具做刀枪 多干一方土 就是多打一个野心狼 这句带有战争色彩的劳动口号 留在了那个时代 很多人的记忆里 给了当时人们 占天斗地的无比勇气和重造山河的劳动热情 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 在江苏省宿千市治理淮河的博物馆里 我们见到了一把超大的铁销和一个巨大的柳框 他们的主人是当年致淮工地上的劳动模范 王大销和董大车 王大销原名王兆山 为了在一束盒治理的工地上多装土 找铁匠为自己特制了一把特大的铁销 他个子高 臂力过人 加上销头大 三销就是一车土 人们称赞道 八河谋犯王大销 一人抵上三人挑 董大车原名叫董继德 为了多装土 专门给自己编了一个超大的柳框 绑在独轮车上 车头上的土堆得高高的 被别人戏称为董大车 一天他累病了 发了烧 却瞒着大家咬着牙坚持上工 后来晕倒在小车旁边 他被送到医疗站吃了药 发了一身汗后 又偷着跑回了工地 推起他那辆超大独轮车 同样的场景在每一个工地 天天都在上演 他们用简单原始的劳动工具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建设奇迹 1953年秋 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 考察致怀工地后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中国人民用落后的生产工具 以艰苦创业的精神 和创造性劳动 完成并达到了 和机械化施工相近似的 工程标准 在新中国治理淮河的大潮中 在艰难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下 创造出奇迹的 除了钱正英这样的水利专家 李秀英这样的普通人工 还有那些默默无闻 以淮河为家 守护一方安宁的水文观测员 钱正英曾经考察工作过的 洪泽湖地区 水利建设所依据的 就是几十年前 李维德祖父冒着生命危险 记录下的水文资料 李维德市居洪泽湖东岸的蒋霸镇 蒋霸殷湖兴阵 是淮河流域历代治水官员 驻扎之地 从1913年 蒋霸杀罪头 开始设立水文战 李维德家里前后有四代人 先后从事洪泽湖的水文观测工作 我的祖父叫李长远 过去十次人说 他的文化过 都有毛病 记录这个洪泽湖水位的数据资料 跟洪泽湖水平的 有个第一代人 洪泽湖是淮河流域的 一个巨型平原水库 也是淮河水位的晴雨表 洪泽湖的水位监测 对于淮河下游安全 关系重大 水位观测看似简单 但是长年累月 坚持下来十分不容易 灾年里淮河发达水 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就要观测一次 连着好几天不睡觉 是常有的事 后来蒋霸解放 李维德的祖父李长远 将多年观测的水文资料 交给了当地政府 这些珍贵的水文数据资料 在新中国制定 致淮工程规划时 显露出了巨大的价值 李长远 于1931年测到的 16.25米的洪泽湖最高水位 成为了人们修建洪泽湖大堤 和淮河排序洪的重要水文数据 淮河儿女治水的脚步 从过去到现在 始终都没有停下过 从1951年到1957年 总共修建水库9座 修建训洪工程11处 治理大小河道175条 修建大小寒闸559座 培修淮河干支流主要低防 3985公里 上世纪50年代的 这次治淮高潮中 治淮所完成的土石坊 如果筑成一道 一米厚五米高的大墙 可以在赤道绕地球17圈 2019年6月的一天 李秀英让孩子陪着他 到临淮港控制工程参观 这里离他当年的工地 不足20公里 他跟其他来游玩的游客一样 也在治淮封碑前 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普普通通的照片上 当年的突击队长李秀英 已然白发 但他留下的 却是那一代治淮人 70年来最珍贵的共同记忆 就在润河级工程完工后的第二年 钱正英调任到国家水利部 前后任副部长 部长长达36年 成为中国任职时间最久的部长 他参与和领导中国水利事业的60余年 新中国所有大江大河上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 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也都洒下了他的心血与汗水 70年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 淮河流域基本建成了防洪 除烙和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利工程体系 流域总体防洪标准得到明显提高 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 归海有路 各工程联合运用 可以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 发生的流域以内最大洪水 淮水商商 忧心且商 曾经淮河两岸的百姓眷恋家园故土 却又无奈地忧愁哀伤 但今天 拙浪翻滚 洪水滔天的淮河再难遇到 黄鸟鱼飞 急于灌木的美景 则随处可见 怀在古代文字里 是一只美丽的小鸟 立于水边 淮河之力 凝聚其一代中国人的努力 终于呈现出了 我们能看到的 最美丽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